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是 我个人觉得你一点通了就会都通了 但是会有很多同学会觉得他很麻烦 然后要记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试着用你好记的方式 好不好 来,第一小题 它说晒150度 那晒150度的话呢 如果你带任意角的三角函数下去看的话 它可以看作是180度减30度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当成是sine30度来看 那sine30度这个就很常见啦 对不对 这是二分之一 对不对 好,那这是呢 按照标准的用任意角下去做 那你知道我就是一个不标准不正经的人 我喜欢在图上面来看 来,上150度 好,从零度开始画 150度跟180度是不是就差了30 好,所以这个就是150度角 接着咯,从中边找一个点做垂直线下来 这个三角形就是我们的参考三角形 那边长呢 最短一最长二剩下更好三 但是咯,第二相线嘛 所以x的地方是负的 好,那我要的是sine150度 所以sine150度 我们等于也是看这个参考角的这个三角形 那这个三角形我就把它翻过来 那么最短一最长二剩下的这个负更好三 来sine的值就叫做二分之一 好,这个画图的这个呢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不用去记太多的式子 好,但是这里我还是会教你们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来,第二小题 cosine-150度 好,那cosine-150度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cos-150度 等于什么 cos-150度 就等于 cos-150度 对不对 其实你画图出来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吧 -150度 跟正-150度 它的cos值是不是一样 都是斜边分支x嘛 对不对 斜边分支x是一样的 好,那我换过去之后 它就等于cos-150度 那cos-150度的话呢 是等于多少 用cos-180去减30度 但是因为它是在第二项线 所以第二项线的cos是负的 所以 我们就要把它换成是负的cos-30度 那负的cos-30度 三十度 三十度 一比二比更好三 所以就是负的二分之更好三 好,来 换我了 来,负150度 所以呢 我从零度开始变顺时针哦 所以往下150 好,所以跟180度一样也是差30度角 所以这里是不是就是负150度 那我的参考三角形就是这一块 好,那我把它翻成 我们习惯看的这个样子 来,最短一最长二剩下根号三 谁是正 不是啊 谁是负 应该是问谁是负 第三项线 x跟y都是负 好,所以我把它写上来 斜边是2 y的地方是负1 x的地方是负根号三 那我现在要的是cos 所以就是二分之负根号三 有没有 一样的答案 好 再来 第三小题 tang1,500 好,那我们要先用什么 先用铜戒脚把它变小 对不对 所以铜戒脚下去变小的话 360 乘以4 64,24,1440 所以tang1,500的话就等于是tang1,440加60 那这铜戒脚嘛,就没有了,见了 所以它等于是tang60度 那tang60度就容易啦 最短一最长二剩下根号三 所以tang1,所以tang1,所以tang1的值就等于是tang1,3 分之5拍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不是就是2拍 所以用铜戒脚来看的话 我的题目是不是就变成sine 6分之5拍 好,那你如果觉得6分之5拍你不太会 对,没关系,你可以把它换成度 所以乘上180,那它就是sine150度 好,那sine150度啊 好像跟第一小题一样耶 就是2分之1 好,或者你也可以这样把它接过来 sine6分之5拍 我就可以把它当成是拍减掉6分之拍 这样子就变成6分之5 好,那我就可以把它换成6分之拍了 那一样也是等于2分之1啦 可以吼 好,那第五题呢 cos2分之5拍 2分之5拍 一样的 我把它拆成2分之4拍 加2分之拍 那2分之4拍就是一圈就不管它了 所以就是cos2分之拍 就是90度 好,那上线角 来0度90度 这个点呢叫做01 好,来cos的值 这是r分之x r永远是1 x呢,看这里 是0 所以我们的值就等于0 这个点呢 接下来是2分之4分之5 at4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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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